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父母没了 久后就开始磨几个姐姐 特别是三姐 像问问老师她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生起感恩的心 她现在都是怨恨和悔恨 这个很多我们有 我们都是 其实大家都善良 每一个善良的人经常有些后悔的是没错 因为善良 因为但在这个世界活得不容易 比如很多人孝顺父母这件事 他不是不孝顺 他很爱父母 但是他一见父母就跟父母吵 父母一说话他就心里很难受 他躲得可能好几年不回家不跟父母交流 但父母明天突然有一天得病死了 他又很后悔 觉得自己不孝 知道吧 世界人说他就是不孝 他父母他病的时候他也没回去看 等等 其实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是人力活得太艰难了 有些人他活到一定年龄就是有时候有些孩子或者他自己搞不定自己了 比如就像这位舅舅 他可能就是他自己受到创伤或者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人生关架 很多东西出问题了 他自己也活不好了 他搞不定了 他真的像疯了一样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能力孝顺父母了 他没有能力跟朋友和平相处了 他失去了这个能力 这个时候他不是不孝 他也许很善良 他很想做好 但是他做不好 就是他已经没有能力了 所以现在是治病的问题 然后他自己很没有能力 比如说他很孝顺父母 他很孝顺父母生前他就对父母好一点 但是在父母生前他一直没有能力做成一个好儿子的时候 那父母走了他就很灰恨 因为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了 就算他好了他也没有弥补 这就是悔恨了 这个很多人有啊 就不只是你的舅舅 很多孩子们有这个想法 父母会 但是首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站在说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孩子 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真的不孝顺 你不够善良 还是你没有能力去孝顺了 如果你是没有能力 那好好去调整你自己的身心状态 一个是身体的状态 一个是心灵的状态 是你有病了啊 不要责备自己 而且父母呢都是希望孩子呢幸福快乐 只要你幸福快乐 父母会原谅你的 所以也不要悔恨啊 父母即使说这个时候走了 在你病美好之前走了 千万不要再活在悔恨之中 我们生世世世又无量很多的父母啊 我努力地做好 把对父母的那份遗憾回馈在这个世界的其他老人那儿 哪怕你去照顾一下其他的孤寡老人 也许他是你上一世的父母 是吧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弥补遗憾的方式 不是一定要把你的爱给你认为我的妈妈爸爸 我的孩子身上 你可以博爱一下慈悲一下啊 你能需要你帮助的人 你不要说我没能力 全世界都不需要我帮助 你能不能不去帮助总统啊 是吧 人家总统不需要你帮助 你非得想帮助总统 你能不能帮助介绍那个你能帮助的人 是吧 比如说解破烂的啦 因为那个他比你 因为比你低的人 你帮他就比较好 因为比你有能力的人 人家不需要你嘛 大家都是希望帮助那个比你有能力 是吧 但真正你能帮助的是 他他在某一方面 他还有确实不如你的 或者是动物 因为六道做生 我们还能看见畜生道嘛 畜生道都在地球上 现在都比我们弱嘛 弱小嘛 猫啊狗啊 流浪狗 你也可以把你的爱 施舍给他们 是吧 那个都不需要 当你把爱放出去的时候 人是 人是爱全宇宙的 其实心里边我们是如来嘛 我们要爱全世界每一个地方 你的爱是无处不在的 所以你把爱去卡住 让它发不出去 你会很难受的 痛苦的更痛苦就结束了 所以一定要爱普贴下 但是 我们我们的人力的爱是 我爱谁的时候要回报嘛 是吧 否则就失望嘛 慢慢失望绝望嘛 那你最好是给予 真正需要你爱的人 真要你不受卡 是吧 你非得给他是吧 他不要你要给他 他要你不给他 这就卡住了嘛 是吧 这叫执着 是吧 给狗狗毛毛肯定要 知道吧 这世界狗狗毛毛 你给多少也不嫌多 而且他凶酒知道吧 他改不了凶酒真的是很难办的 因为喝醉酒 他真的是有点有点不太不太知道想干什么了 就就就控制不住自己嘛 一哭一怒啊 什么 这个不是我坐在这儿给帅帅命 说说说说说说什么就能治好的 第一是他心性上肯定是有问题了 你们不要责备他 大家帮助他 第二 适当的用为药物啊 或者周西医啊 或者治疗啊 或者什么绑绑他 嗯 治疗解 治疗 他是有病了 知道吧 嗯 然后告诉他他不是不孝顺 是他现在无力自拔 自己都活不好 自己活都活不好的人怎么可能去尽孝 怎么可能去朋友去帮助别人呢 是吧 他自己连自己都帮不住了 帮不了了 是吧 这是一种到有时候 人的生命中有时候有这样几个阶段 偶然有一段时间可能自己都搞不定自己了 很多人就是颓废低落时期嘛 那个时候人生低谷嘛 一个人藏在房间里哭鼻子的时候 是吧 哭那个时候就原谅自己吧 对自己好一点 那个时候就不要责怪自己了 说你看你没能力 你看你多没用的 就不要了 自己有时候也很脆弱嘛 是吧 被这个世界的风雨击败了嘛 是吧 没关系啊 再哭完明天再来 是吧 安慰自己嘛 那没关系 明天再来 你看我还有很好的身体 我还挺好的啊 等等 你这个问题我现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尽力吧 需要 实在是需要药物治疗 不是单纯的你说两句就没有好 他血就这样了 吃点药 治疗 已经不是简单的聊聊天就能起作用 可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